偏鄉的小學因為城鄉差距 教學資源也較都市的學校缺乏 而在石門區的石門國小 今年首度在暑假期間 開辦英語夏令營 為期三週的課程 特別邀請到兩位英語專長的高材生 準備了輕鬆應用的英語教材 要將英語教學資源帶進偏鄉 藉此讓石門國小的學生 無負擔快樂地學習英文 因為在全球化 Global的視野底下 我們必須要讓孩子能夠從小 學習這個英語語文溝通的工具 將來他們要面對家鄉之外的世界 跟全世界的孩子 跟全世界的人做朋友 英語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工具 石門國小校長表示 暑假來臨希望要給孩子 一個不一樣的課外學習 而這次首度舉辦英語夏令 因由石門前鄉長打理贊助 超過十萬元的經費 目的就是希望給偏鄉的孩子 多一點刺激 也讓石門國小的學童 影響國際化 我這幾天就是覺得 他們對於學習可能比較 沒有像都市一樣 就是可能有家長就是會壓著 那這個學校辦這個營隊 就是希望他們可以 就是開心地學英文 那我們兩位老師就是都努力的設計 希望他們可以就是學習多元文化 然後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 可以讓他們不要害怕犯錯 然後學習英文以後可以變得 更有自信跟更勇敢這樣子 開不開心 我很開心 因為因為學很多英文可以讓我轉大去出國 可以教我更多的英文 可以每天玩遊戲也可以唱英文歌 政大英教所高材生表示 因為這個營隊是混零班的教學 因此擔心學生的程度會層次不齊 特別準備了比較有趣的應用教材來吸引學生 希望將英語教育資源 輕鬆地帶給石門國小的學童 讓他們學得更多 也能夠快樂地走向國際 記者廖品涵 石門採訪報導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